路程归来那日,我正服侍祖母喝药,下人说她已在府外的时候,我双手一抖,药碗跌落在地。 祖母六十多的高龄,也在瞬间红了眼圈,她拍拍我的手,哽咽着催促,好孩子,你终是苦尽甘来了,快些去吧。 我从她踏前站起来,不知不觉间,早已经泪流满面。 正想立时冲出去见她,绿鹅劝我,小姐,您高兴得妆都枯花了,要不,先回房补个妆吧。 是啊,我跟路程已经三年未见了,三年前,我还是丞相府大小姐,如今,却已是她的妻了。 虽说也捧着她临位拜过堂,可算下来,自成亲后,我们夫妻二人还不曾见过。 心妇见自己夫君,原该好好装扮的。 我回了房,对静礼妆,只见静中的少女眉目如画,眼底含羞,满心的喜悦藏都藏不住。 刚收拾妥当,管家来报,说路程已去了祖母屋里。 我已有些等不及了,笑道,既如此,我便过去吧。 说着,我正要出门,可老管家却露出我看不懂的神色。 夫人,等下不论看到了什么,您都先忍耐下来,日子还长,咱们再从长计议。 直到在祖母屋子里看到了路程。 还有站在她身侧的那个美貌女子,我才明白管家之言何意。 路程哥哥,我红着眼眶唤她。 三年未见,她的眉目比从前更加俊朗。 整个人也退去了年少的青涩,多了一些沉稳。 午夜梦回间,我曾经幻想过许多次她归来后的情景。 也许,她会柔情蜜意,再知道我已是她的气候,欣喜若狂。 接着如获至宝般拥我入怀,柔声说, 霜儿,你受苦了,我回来了。 而眼下,我幻想的种种都不曾出现。 她只是淡淡地瞧了我一眼,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 而后灵力的剑眉皱了起来,问祖母,这是何人? 为何会在陆府? 满腔的欣喜和期待瞬间落了空。 我正正地看着她,喃喃问, 路程哥哥,你不认得我了吗? 你怎么能不认得我呢? 我是你的霜儿,是你曾说唯一的心爱之人呀。 可她凝神思索了片刻,接着坚决地摇头,不记得了。 我应该认识你吗? 这样的景象,是我过去三年间从不曾设想的。 我紧紧咬唇,不知不觉间,指甲都戳进了肉里。 一旁,祖母叹息着跟我解释,双儿,成哥她跌下悬崖,受了重伤,失忆了。 怪不得,她隔了三年才回来,原来是记不得了。 想到她曾经受过的苦,我心痛不已。 于是暗暗决定,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我等着你慢慢想起来。 我想要走近,看看她哪里受了伤,如今还疼不疼。 谁知,刚一近身,她就往后退了一步。 这位姑娘,男女有别,请你自重。 你,让我自重?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仿佛听见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曾经红着脸牵我手的少年,想触碰又怕亵渎我的路程哥哥。 如今,居然叫我自重。 我正伤心,却见她身旁的那个美貌的女子终于开口。 她贴近路程,躲在她的身后,小声问, 夫君,这位是。 这一刻,我的脸陡然惨白,浑身力气尽失。 我听见自己干巴巴的声音,艰难地问,你,方才叫她什么? 还不带那个女子答话,路程就已将她搂入怀中。 她一字一句,似乎在向所有人宣告。 这是白纸,是她救了我的性命。 半年前,我们已经成亲了,从今往后,她便是我路程唯一的妻子。 唯一的妻子? 她说,她是她的妻子。 那我呢? 我又是什么? 眼前忽然天旋地转, 我似乎溺入了水中。 隔着水雾,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恍惚间,我回到四岁那年。 路程父兄战死,我随着大人上门吊咽。 娘亲牵着我的手,指着跪在地上的小娃娃说, 双儿,那是路程哥哥,他就是祖父为你选的夫君。 我看了他很久很久,直到趁着前院忙碌的时候, 终于寻了机会偷偷走到他跟前。 我蹲下身子,软身开口,路程哥哥, 你跪了那么久,腿疼不疼? 现在没人,你快起来歇一歇吧。 诺,这是我方才偷藏的梅花糕, 可好吃了,你要不要尝一块? 眼前景象再次变幻,很快变过了十二年。 父亲试图顺遂,一路升至丞相, 并暗中站队了太子。 他早已看不上没落的将军府, 动了将我送入东宫的心思。 我暗暗着急。 幸而,三年前,北境北齐来袭, 连下我大洲四座城池。 满朝文武,无人敢应战, 皇上盛怒之际, 年仅十八的路程主动请英, 自愿挂帅上阵。 临行前夕,他跟我允诺, 双儿,待我博得军功, 便求皇上赐婚, 我路程此生, 非你不娶。 我满心欢喜, 红着脸回应, 我心匪时,不可转眼。 那之后,便是焦急地等待。 好不容易带得大军凯旋, 谁知, 却带回了主帅路程战死的消息。 消息传来, 我伤心之下晕死过去。 醒来之后, 我去了陆府, 跪在父亲和陆老太君面前。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我悲声道, 小女牧师双华, 自幼得祖父止婚于路程, 经她阴魂早逝, 然此约未费, 此诺未改, 双华愿嫁入陆府, 求老太太和父亲成全。 我话落, 父亲气得白了脸。 陆老太君也强忍着伤心劝我, 你还年轻, 不该为我孙儿误了终身。 可我心已坚决, 只是跪地磕头, 我心已决, 求老太太和父亲成全。 当日朝臣众多, 很快我的言行便传入了宫中。 皇上正不知如何安抚陆家, 闻之立即下旨, 封我为郡主, 追风陆成为镇尾将军, 愿我与他择日完婚。 就这样, 我不顾父亲的圣怒, 母亲的哭泣, 孤身嫁入了陆家。 本以为, 此生我会伴着他的灵位白头, 可不成想, 他竟活着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还把我忘了, 说要娶别的女子为妻。 也许是不愿接受现实, 这一觉, 我睡了很久很久, 直到一波波太医来诊治, 祖母天天拄着拐杖来瞧我。 绿鳄在我床前日夜哭泣, 我不得不逼着自己醒来, 我靠在床上, 想起晕倒前所见之事, 仍是正然良久。 绿鳄一边喂我汤药, 边哭着劝我, 小姐, 太医说将军的确是失忆了, 他跌下悬崖后, 受伤严重, 因此从前的许多事情, 许多人都记不清了。 我知道的, 他素来孝顺, 若非失忆, 早就回来侍奉祖母了, 不会让我们为他担忧整整三年。 可我依旧不能接受, 他不记得我这件事。 想了想, 我问绿鳄, 我晕着的这些十日, 他可曾来看过我。 绿鳄低下头, 似乎不忍心 见到我失望的目光。 来看过一回, 是老太太逼他来的。 意料之中的答案, 我却觉得心痛如脚。 从前, 倘若听说我病了, 他日夜悬心, 不仅乔装打扮成药桶, 悄悄入府来看我。 还会整夜守在府外, 说是不放心, 就这样一墙之隔陪着我也是好的。 如今, 我病了整整七日, 他却只来了一次。 我又问绿鳄, 那他来看我时, 可说了什么不曾。 这一回, 他半上没有说话。 直到我一再催促, 他方哭着说, 他早已经不是从前的陆小将军了。 小姐, 你把他放下吧, 别再念着他了。 放下? 如何放? 自四岁那年相识, 已十五年了。 我们一同长大, 我寻规蹈矩地坐着相辅大小姐, 她为了重振将军府往日荣耀, 而日夜努力。 无数个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咬牙一起走过。 我们曾约定, 定不负相思义。 我嫁了他三年, 念了他三年。 如今, 他终于归来了。 我又如何放得下? 如何舍得放? 抹干了眼泪, 我吩咐绿鳄, 去请陆成过来, 就说我有话同他说。 陆成姗姗来迟, 从前, 每次相见, 他总是早早变到了。 提前买了我喜欢的蜜饯, 或是梅花糕, 翘首以盼。 如今, 来我这里一趟, 似乎已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他坐下的时候, 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脂粉味, 那是属于另外一个女子的, 他如今心爱的女子。 我将刚刚沏好的雨前龙井放过去, 轻声道, 喝口茶吧, 你最喜欢的。 他瞧了一眼, 摇摇头, 我受伤之后总是睡不好, 已经很少喝茶了。 我抢笑了下, 没再说话。 这样的路程, 与我而言实在是陌生至极。 安静了一会儿, 他看向我, 曾经满是柔情的眸子, 此刻十分平静。 他淡淡开口, 你醒了? 可大好了。 我心中酸涩难当, 却依旧忍不住问,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他避而不答, 只是回, 你的事我都已听说了。 这三年, 谢谢你替我照顾祖母。 我十分感激, 只是, 只是什么? 我似乎已经知道, 他要说出何等残忍的话, 却犹如自虐一般, 想要他亲口说出来。 只是, 我早已经承诺过阿旨, 此生只爱他一人, 非他不娶。 你还年轻, 不该将大好年华耗在这府里, 我会给你和黎叔, 放你归去, 你带来的嫁妆, 也可全部带走。 从今往后, 你我男婚女嫁, 两不相干。 他说话时, 我看着他的嘴唇, 他的唇很薄, 因为自幼失户, 总是紧敏着。 母亲曾说, 薄唇的男人最是冷情冷性, 信不得。 从前, 他说这话时, 我暗笑他迷信, 可没想到, 竟是一语成衬。 好一个男婚女嫁, 两不相干。 好, 好, 好。 我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接着, 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 咳着咳着, 只觉猴头一痒。 我下意识地伸手捂住, 下一刻, 只见掌心一片暗红。 小姐, 绿鳄本在外头候着, 听到动静忙冲了进来。 他一边给我擦拭嘴角, 边恨恨地看向陆成, 陆将军, 小姐病还未好, 你但凡还有点良心, 便不该说出此等伤人的话来。 良心, 陆成似乎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 他微微挑眉, 我正是因为有良心, 才愿意给他和黎叔, 放他离开, 不然, 似他这般好度的女子, 便该赐他一纸修书才是。 他的语气冷漠至极, 说出来的话, 比冬日里的寒冰, 还要让人心凉。 这一刻, 我终于相信, 他的确是将我忘了, 忘得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 我缓缓坐下, 似是为了与他赌气一般, 冷笑, 若我不同意呢? 你我的亲事, 是由皇上遇赐, 若无圣旨, 便是欺君, 我可不愿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这却是真话。 当年, 父亲纵有百般不愿, 可是圣旨记下, 断无更改的道理。 于是, 他只好忍着怒气, 送我出嫁。 如今, 路程一开口便是合理, 却哪有这么容易? 可不承想, 事事大多不如人意。 三日后, 我便听到消息, 路程进宫领赏的时候, 皇上问他有何心愿, 他回, 为国尽忠, 乃微臣本分, 臣为有遗愿, 便是取救我的白纸姑娘为妻, 请皇上成全。 听说, 皇上震惊又为难, 毕竟, 当年亦是我, 在面圣时求他成全, 我和路程的婚事。 如今, 不过短短三年, 路程归来, 却并不认我这个捧着他临位成亲的妻子, 而口口声声要另娶他人。 可路程说, 他和白纸早在半年前变成了亲, 如今, 只是补办婚礼, 向天下人招告他的身份。 这话一出, 便是天子, 也无可奈何。 听闻, 消息传出, 我父亲一连几日称病不出, 而我, 也一息之间, 沦为全京城的笑柄。 人人都说, 丞相府的大小街木双华纠缠陆将军, 因爱而不得, 便在三年前, 趁着他失踪, 抢了将军夫人的位子。 如今, 将军平安归来, 我又站着位子不放, 挡了他和心爱女子秦瑟和明的路。 我困在府中, 自是听不见这些流言的, 可却挡不住其他的消息。 听说, 白纸如今住在鹿城书房旁的厅纸院中。 只要鹿城不上朝, 他们二人几乎时时在一处。 鹿城带他吃遍了京中美食, 游遍了附近山河。 又为他吟诗作画, 带他结识京中权贵。 人人都说, 他们是天作之河, 家偶成双。 我想了许久, 终于决定, 趁着鹿城上朝的时候, 去见他一面。 我已想清楚了, 既然鹿城把我忘了, 倘若那白纸是个好姑娘。 我便成全他们, 如若白纸别有用心, 那我绝对不许 将军府和鹿城毁在他手里。 听纸院以前只是个普通的小院, 如今进去, 却是焕然一新。 外院种满了各色的奇花异草, 内房里摆设的, 也都是真奇。 比人还高的红珊湖, 硕大的夜明珠, 价值连城的玉屏风, 都让整个屋子熠熠生辉。 那日初见, 白纸一身素衣, 又肩风尘仆仆, 我瞧着只觉得容貌清秀, 并不如何出众。 今日, 他带着金钗和布瑶, 穿着浅粉色裸裙, 当真是娇嫩可人, 宛如山野间正在盛开的白纸花。 我自幼美貌, 所有人见了, 无不连声夸赞。 因此, 父亲才动了 让我争太子妃的心思。 从前, 路程总是夸我, 牧师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可原来, 他喜欢的是这般清秀的女子。 虽然有路程的宠爱, 可白纸并不是宠生娇。 他见了我, 盈盈下拜, 阿纸见过夫人。 我本带着满腔极恨而来, 可是看到他这柔弱的模样, 又一瞬间泄了气。 我同他致什么气呢? 对不起我的人, 没能信守承诺的人, 自始至终都是另一个人。 我看着他亲自为我奉茶, 小心恭谨的模样, 终于开口, 听说路程要娶你, 让你做平妻。 其实, 本来就连平妻, 路程都觉得是委屈了他, 是祖母逼迫, 言道除非他死了, 否则, 绝不许路程与我合理。 路程自来孝顺, 僵持之下, 也只好退了一步。 他说, 不合理也无妨,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踏入墓室的房门半步。 我划落, 白纸针茶的手一抖, 那滚烫的茶水, 大半洒在了他的手腕上。 转瞬间, 他白皙的手变红了一大片。 我微微皱眉, 正想让他去上药, 可他却毫不在意, 只慌忙跪了下去, 不断朝我磕头。 阿纸救他时, 不知道他是陆将军, 也不知他已有婚约。 他说,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救命之恩比天还大, 因此他要娶我, 一生一世照顾我。 千错万错, 都是阿纸的错, 求夫人不要怨怪将军, 求求夫人。 他一跪, 房中的一堆婢女 也跟着跪下, 咚咚磕头。 求夫人开恩, 求夫人开恩, 我不由得皱眉。 我还未说什么, 他们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做什么。 正要喊他起来, 呼得有一人 已经飞快地冲了进来。 是陆程。 他从我身旁掠过, 连看都不曾看我一眼。 疾风般将白纸抱了起来, 待瞧见他烫伤的手腕后, 眸中全是心疼之色。 好端端的, 怎地受伤了? 白纸如同一只白兔, 乖顺地依偎在他怀中, 轻轻摇头。 没事的, 是我自己不当心。 我在一旁正想解释, 陆程已经抬起头来, 对我怒目而逝, 目双滑, 我已经答应了祖母, 留你将军夫人的位子, 只是让阿纸为平妻, 你为何却不愿放过他? 不愿放过他? 我正正地看着他, 一时间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却见白纸紧紧抓着他的衣角, 焦急地解释, 夫君, 是阿纸不小心, 不关夫人的事, 你千万莫要因为我伤了你们的和气, 不信你问他们, 说着他看向旁边的侍女, 历时便有人回, 的确是夫人自己不小心。 我刚松了一口气, 却见陆程依旧皱着眉, 面露不悦地看向我, 阿纸已有身孕了, 今后你若没事, 还请少来他院中吧。 宛如一道惊雷从天披下, 一瞬间, 我险些都要站不稳。 侯奸兴田, 我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 靠着桌角, 然后, 看着面前情深的两人, 颤声问, 你说他有身孕了? 何时的事? 已有两个月了。 陆程说完, 似乎怕我误会, 又接着为白纸分辨, 我跟阿纸早在半年前便已经成亲了, 待过些日子拜了堂, 这个孩子便是将军府的嫡长子。 顿了顿, 他又继续道, 你为我陆府做的事, 这阵子我已经听祖母和管家说过了, 我十分感激, 只是也只能到感激为止了。 你若愿意合理, 我放你自由, 若不愿意, 我陆程也愿意供养你一生。 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寒秋院, 绿鳄扶着我, 骂了陆程一路。 小姐从前真是瞎了眼, 竟然会喜欢上这么个白眼狼。 如今, 这可怎生是好? 要不, 咱们合离吧。 老爷夫人自来疼你, 等回了乡府, 有他们为您做主, 何仇不能再嫁? 这京中的好男儿那么多, 总会有人会掩食猪的。 我摇摇头, 悲欺道, 回不去了。 自我出嫁那日起, 父亲便与我断绝了妇女关系。 他说, 只盼我此生莫要后悔。 至于母亲, 他虽疼我, 可并非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他还有兄长, 妹妹, 还要在乡府里过一辈子。 若是为了我, 而与父亲离了心, 实在不值当。 更何况, 我也实在无言再回去。 我将自己困在房中整整数日。 这数日间, 路程不曾来过一次。 白纸倒是来了, 说是要与我请安, 被绿鳄骂了回去。 听说, 因为忧心我, 祖母又病了。 这晚, 趁着夜色,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 去见了祖母。 一见到我, 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双丫头, 你受苦了。 我以为这些时日, 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可是见到她这般, 我又忍不住眼眶酸涩起来。 我为了路程, 不惜与家中决裂, 用手着她的灵味度日, 直到成为一个笑话。 可至少, 还有人怜我, 心疼我。 哭完了, 她抓着我的手, 阴阴地说, 这回是成根让你伤心了。 我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可她那性子, 你知道的, 从小降得跟头牛似的, 任凭我说, 干了嘴都没用。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是到如今, 不论你有什么主意, 祖母都依你。 我就知道, 三年的相伴, 她定会懂我。 于是, 我在她面前拜倒, 一如三年前那般。 双丫想要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 求祖母成全。 半个月后, 是将军府的大日子。 重伤失踪三年的陆将军, 不仅平安归来了, 还用军功求取了心上人。 一时间, 两人的故事, 在大洲传为佳话。 不过, 所有这样的故事中, 总有那么一丝不圆满。 替如那牧师, 就是这么个不圆满。 因为新嫁娘是姑女, 于是, 陆将军特地求了身为贵妃娘娘, 许她从宫中出嫁。 听闻, 不同于那牧师穿着校衣, 捧着灵位低调入府。 这一日, 整个京城红酬高悬, 十里长街都围满了贺喜的百姓。 将军府自是热闹非凡, 满朝文武除了丞相接来贺喜。 虽说, 整个将军府除了镇北将军之外的直系男丁皆已亡固, 就连那位睿智的老太君都因病缺席。 可如今, 谁又敢小瞧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半分? 忙碌了一日, 终于里程。 送走宾客, 微醺的路程在侍从的搀扶下入了洞房。 掀开喜帕, 灯光下家人容颜如玉, 正对着他含羞微笑。 夫君, 累了一天了, 你身子可有不适? 他体贴地帮他卸了凤冠, 用双手付上他的小付。 不曾, 直到今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这孩儿乖得很, 那便好, 早些就请吧。 说着他帮他脱掉衣裙, 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然而白纸刚有了身子, 他又饮了酒, 因此倒也没有别的想法。 反正, 他们日子还长, 这般想着, 路程拥着怀中女子渐渐睡去, 这一觉, 他睡得很香, 答应阿旨要补给他一个盛大的迎亲礼, 他终于做到了。 至于祖母那里, 他知道他还在生气, 但也不急, 等将来慢慢哄便是, 相信等再过几个月, 他抱上了太孙, 也就心软了, 就这般做着美梦, 直到, 刺耳的喧闹声, 划破了宁静的深夜。 不好了, 走水了, 夫人还在里面, 快, 快找大夫, 老太太不行了, 路程几乎是瞬间坐了起来, 酒意还有些残存, 他愣了那么片刻, 直到新婚妻子也被惊醒, 推了推他, 夫君, 外头好像出事了, 快些去看看吧。 他这才如梦初行, 连鞋都固步地穿, 就冲了出去, 不是幻听, 外头, 整个将军府早已经乱作一团, 发生何事? 他急忙抓住一个小思询问, 回禀将军, 寒丘院走水了。 寒丘院? 路程凝神思索了一会儿, 方才反应过来, 那不是牧师的院落吗? 想到牧师, 不知为何, 他只觉得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攥紧他的心脏, 使得他骤然无法呼吸。 他刚一步, 准备要去救人, 就听那小思接着道, 还有, 老太太这几日身子一直不适, 方才又吐了, 怕是, 怕是不好了。 那小思说着说着, 已经垂下头去, 不敢再看他的眼睛。 祖母, 路程瞬间面沉如水, 立声问, 怎么没人通知我? 话方落, 他就明白了, 父母早逝, 牧师又闭门不出, 因此, 最近婚事的大小事宜 全都需要他定夺。 算起来, 他已经好几天没向祖母请安了, 像是那边也故意拦着, 不让他知道。 想到这里, 路程又溃又悔, 他看了一眼韩秋院的方向, 再不迟疑, 拔腿往老太君院子而去。 几日不见, 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药味, 路老太君携矣着软踏, 整个人似乎几日间便迅速地衰老了, 整个人犹如秋日的枯叶, 毫无生气, 又或许, 他本就是吊着一口气, 守着这偌大的府邸。 如今, 路程归来, 他便也心无挂念了。 诚哥, 你过来。 他招了招手, 呼唤自己唯一的孙儿, 祖母。 路程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一步步挪到他跟前。 他隐约知道要发生什么, 却不敢面对。 我的诚哥, 真是个可怜孩子, 刚出生就没了母亲, 五岁又丧父, 今晚过后, 又将没了双丫头。 他不明白, 抬头看向他。 祖母, 您说什么? 孙儿已经命他们全力救火了, 牧师他一定会没事的。 傻孩子, 你什么都不懂。 陆老太君常常地叹气, 他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 一手养到大的孙儿, 你以为你没错, 可等你记起来了, 你会后悔的, 你辜负了你 最不应该辜负的女子, 祖母真的, 真的为你难过。 想我谢三娘, 独自养育你二十载, 本以为已无愧你陆氏列祖列宗了, 没成想, 却还是眼睁睁看着你做了错事, 哎, 天意啊, 真是天意。 说到最后, 她的双目逐渐涣散。 紧接着, 这个曾令整个大洲敬佩的传奇女子, 就这么与世长辞了。 陆成正悲痛难以自意, 却听管家近来回禀, 将军, 您快去看看吧, 寒丘院伙势太大, 夫人, 夫人还在里面。 你说, 什么? 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正在一点点流失。 似是指尖杀, 夜昭露, 不论如何努力, 也终究握不住。 想到祖母方才的话, 陆成还来不及思考, 便已经冲了出去。 今夜乌云闭月, 北风烈烈。 借着这秋风, 寒丘院的伙势已经很旺了。 漫天的红光里, 有人在哭泣, 有人在提着水桶徒劳地泼着。 也有人想冲进火里, 然刚刚迈步, 就被丈高的火苗 吓得退了回来。 人群中, 绿鳄正裹着棉被, 浑身发抖。 陆成一出现, 他就推开旁边的婢女, 风一般冲了过来, 跪倒在地。 陆将军, 陆成, 奴婢求您, 看在往日的情义上, 求您救救小姐吧, 求您了。 战场上, 他曾经身先士卒, 救过许多人的命。 如今, 他的妻子危在旦夕, 他又如何会置之不理? 想都不想的, 陆成拎过一桶水泼在身上, 便要冲进火海。 夫君, 不要。 呼得, 身后传来悲切的哭声。 陆成回过身去, 只见不知何时, 本应该在房里的白纸也出来了。 他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慌不安, 一只手正紧紧攥住他的衣摆。 夫君, 不要去, 阿纸和孩子不能没有你, 不要去。 白纸泪流不止, 整个人如同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 孱弱又无助。 这一刻, 陆成心中激烈的天人交战, 一头是他名义上的原配, 另一头是他心爱的女子, 他为出生的孩子。 一旦他出了事, 他们母子在这府里, 可怎么活? 想到这里, 他的步子停了下来, 正进退两难间。 风是剑掌, 一根烧焦的横梁, 墨地朝白纸狠狠砸了下来。 小心, 想都不想的, 他慌忙将他护进怀里。 紧接着, 那横梁便砸在了他的后脑。 一夜的悲痛, 终于化作了一口吐出的鲜血。 陆成晕迷了许久, 他一直发烧, 呕血, 嘴里时常说着胡话。 说得最多的是, 双儿, 你别怕, 我在。 不知过了多久, 有人在他的耳畔冷声说, 你的双儿, 他早就死了。 他死在了你的新婚之夜, 被你亲手逼死了。 是谁? 是谁在胡说八道? 他气急, 想要睁开眼睛, 怒骂这个言语恶毒之人。 可是, 任凭他如何努力, 他整个人似乎都被钉住了一般, 动不了分毫。 那个声音又开始了, 他似乎知道他的软肋在何处, 一字一句, 故意如利剑般, 朝那扎下去。 你可知道, 小姐为你受了多少苦。 明明他有机会当太子妃的, 今后便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一个未出格的千金小姐, 素来是罪守规矩的, 却主动当着上百人的面, 求着要嫁于你。 你可知, 他是鼓足了怎样的勇气。 你可知, 他被老爷罚跪了整整三日三夜, 他的膝盖都跪破了, 留了好大两块八。 你可知, 他为了你, 早已与父母断绝往来。 你说要合理, 可相辅, 他早已经回不去了。 你可知, 他抱着你灵位与你成亲那日, 哭了整整一夜。 他说, 鹿城哥哥, 你看, 我并未违背誓言。 今日, 我沐双华来嫁你了。 你可知, 当日你恳请出征北境, 本来皇上还担忧你年轻无法胜任, 是小姐去宫里求了太后娘娘, 为你说了许多好话。 你可知, 这整个京城, 有多少人私慕小姐而不得。 可他却偏偏看上了你。 他说, 鹿城哥哥无父无母, 无兄无姐, 我沐双华, 绝不负他。 住口, 住口, 不许再说了。 极度的痛苦与愤恨中, 病了半月的镇北将军, 终于睁开了眼。 他看清了床头之人, 他满怀期待着, 嘶哑着问, 绿个, 双儿呢? 回应他的, 是年轻婢女悲凉的冷笑。 你怎么还有脸叫他双儿? 鹿将军, 你忘了吗? 他死了呀, 当着你的面被大火活活烧死了呀。 秋去东来, 大雪纷飞, 离开陆府后, 我一路北下, 终于, 在冬至这日, 抵达了北境。 我也不知, 我为何会选择来这里。 或许是因为, 从小到大, 听了太多有关陆家军的故事。 又或许是想看看, 北境的风霜有多烈, 美酒有多醉人。 其实, 除了绿鳄, 没有人知道, 三年前, 我曾差一点就来了这里。 只差, 一点点。 那是我嫁入陆府的第三个月, 伴着陆成灵位入睡的那上百个夜里, 我总是梦到他, 我梦到他没死, 正满身血污地躺在一处山崖下, 眉眼紧闭, 喃喃地喊我的名字。 于是我决意去找他, 他们都说他死了, 跌下万丈悬崖, 尸骨无存。 可我不信, 我不信他舍得抛下祖母, 抛下我。 趁着祖母去四里祈福, 将军府没人敢阻拦我, 在一个深夜, 我让绿鳄伴坐我, 自己则一个人悄悄出了府。 我担心路上危险, 特地女扮男装, 还请了京中厉害的彪师护送。 本以为万无一失, 谁知还未到北京, 就在半途中遇上了罕见的风雪。 黄河冻住了, 我们被困在了风铃渡口。 彪师说, 看这天气怕是年前走不成了。 他劝我回京, 但我不愿, 便给了他一定银子。 让他先回去陪妻儿过年了。 分别时, 他对我千恩万谢, 说给自己小师叔传了信, 请他来护送我。 大雪封了路, 那个小师叔到的时候, 我又受了风寒。 已经烧得糊涂了, 他不顾我的拒绝, 坚持送我回京先诊治。 病中, 我抓着他的衣角, 一遍遍恳求, 我的夫君叫陆成, 他是个大将军, 大英雄, 他们都说他死了, 可我不信, 求你去帮我找找他。 那人应允了, 可我一直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而祖母身子一日日变差, 我也再没有机会出门。 直到三年后, 陆成回来了, 还带回了白纸。 那些惨痛的往事, 一个个无眠的深夜, 如今想来, 宛如发生在昨日。 那些难熬的日子, 终于过来了。 北京与京城, 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这里没有巍峨的宫殿, 有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 以及银庄素果的胡杨林。 夜里的沙漠, 星辰熠熠如宝石。 我很喜欢躺在沙漠中看星星。 身处于浩浩的自然中时, 我发觉从前让我愈生愈死的情爱, 是那般渺小。 这日,难得天晴, 我躺在岩石上看星星。 呼得, 一头野狼不知何时出现在沙丘的另一侧。 夜色下, 她的眸子发出晶莹的闭塞, 让人惊惧难安。 我正想着往哪边逃, 下一刻, 已经有人挡在了我的前头。 来人一身白衣, 俊朗不凡。 只见她手起箭落, 不过几下, 便将那孤狼的头割了下来。 你是?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她有些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过。 三年不见, 穆姑娘别来无恙否? 是你。 我想起来了, 她是那个标识的小师叔。 她擦进了剑上的鞋, 跟我说, 此地危险, 我们还是先行离开吧。 我点点头, 随着她一路回城。 一路上, 她跟我聊起了往事。 三年前, 明彻答应了姑娘一件事, 却始终不曾做到, 实在是愧对姑娘。 我知道, 她说的是寻找路程这件事。 一开始, 我的确是失望的。 可后来, 我逐渐想通了。 是我病糊涂了, 那万丈高的悬崖绝壁, 就连陆家军都下不去, 萍水相逢, 我怎能让你 为我一个陌生人冒险。 不是的, 她摇摇头, 夜色中, 她的眸子比方才的星辰还要亮, 君子一诺, 重于千军, 我既然答应了你, 便该做到。 顿了顿, 她似乎有片刻的犹豫, 方才接着道, 其实, 我当年本来找到她了。 我按你提供的信息, 顺着她跌下的悬崖往下找, 没想到, 竟然在半山中的山洞 发现了她的踪迹。 她伤得很重, 不仅腿骨折了, 有些地方伤口还溃烂了。 但好在, 人还活着。 昏迷中, 她一直喊你的名字, 双儿, 双儿。 后来, 我带着她到了崖底, 将她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后, 做了记号, 想着先出来找人帮忙。 可没想到, 等我回去的时候, 她已经不见了。 那一带有许多野兽, 我一连找了她几个月, 都没找到人。 我后悔极了, 以为她是被野兽吃了。 答应了你的事没做到, 我实在汗颜, 于是我又不死心继续找。 直到半年前, 我终于在一个医女家找到了她, 那时, 他们刚刚成亲, 后面的事我便都知道了。 路程想起了一些往事, 于是带着白纸回了京。 听完这一切, 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如果我没有请明彻去救她, 也许她已经微信搜 胡锦号八百分号事 死在那个山洞了。 我间接救了她, 她才遇到了那个医女, 因而爱上她。 什么是因? 什么又是果? 想来想去, 我只觉得头疼。 于是我跟明彻说, 无需自责, 你答应我的事, 其实做到了。 我让你找的人, 已经回来了, 只是不再属于我罢了。 沙漠和星辰虽美, 但是看多了, 也会腻。 待了两个月后, 我决定去东边看看。 明彻说, 她的诗门就在东海的桃花岛。 春日的岛上, 落英缤纷, 那桃花酿更是一绝, 不输皇宫里的玉酒。 她问我, 可愿随她去看看。 相处了这许久, 我自然能明白她的心意。 自小到大, 我都因容色有许多倾慕者。 尽管与陆城有婚约, 可那时陆家败落, 京中的顽固子弟可管不了这些。 他们有的在春日宴上给我写诗, 有的托我兄长转赠自贴, 还有的直接想上门提亲。 可那时, 我的心理眼底都只有路程, 再也容不下旁人。 而现在, 伤口尚未结佳, 我也暂时没有别的心思。 不过好在, 明彻是个坦荡君子。 他什么都没说, 我遍野装作什么都不知晓。 自北转东, 我们一路同行。 冰雪消融, 路上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一次, 我们在客栈吃饭时, 忽然听到了路程的消息。 听说, 在镇北将军的大喜之日, 出了两件碑事。 一是当初求着要嫁他的牧师 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另一件是将军府的老太君去了。 听闻, 镇北将军悲伤过度, 一并不起。 但好不容易醒来, 他整个人似是疯磨了一般, 先是去了已烧成灰烬的牧师院中。 拼了命地挖掘那些废墟, 也不知要找什么。 奈何红颜已成枯骨, 昔日明洞京城的香府明珠, 已经随风而去了。 唯一找到的, 是一块碎了的玉佩。 陆将军捧着那玉佩, 泪如雨下, 硬生生吐出一口血来。 后来, 他又去了香府。 他说不信牧师就这么死了, 定是被丞相设计藏了起来。 可是, 他连门都没进, 就被香府下人用棍棒赶了出来。 他硬闯了几次无果, 便在香府门前跪下。 这一跪, 整整三日三夜, 直到他的新婚夫人来寻他。 也不知那位白夫人说了什么, 他竟然一下子将它推开。 好巧不巧, 那白夫人被他推得重重 撞在了香府门前的石狮子上。 没多久, 他便苍白着脸喊疼, 闭塞的裙摆有暗红的血流下来。 我听到这些, 只觉唏嘘。 陆成先是没了从小相依为命的祖母, 接着又没了孩子。 若是从前, 我定然为他心痛, 甚至还要流泪。 可如今, 除了有因老太太而难过外, 我只觉得怅然。 君记无情我便修, 他的事已经与我无关了。 只是可惜了, 曾经的那些好时光。 桃花岛的确很美, 美到我整整待了两年。 这两年里, 我随着明彻的师傅 学了许多医术。 这一日, 听渔民说, 北齐和大洲又开战了。 这一回, 他们有备而来, 北京居民损失惨重。 想到那里淳朴的百姓, 还有美丽的夜色, 我跟明彻商议后决定, 一起去看看。 国家兴亡, 体肤有责。 我虽是一介女子, 却也希望在这危难时刻出一份力。 只是没想到, 我会在那里遇到许久未见的路程。 两年不见, 她明明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却像个垂垂老者。 尤其是那双眸子, 从前总是明亮, 如今却深沉了许多, 似乎藏着诸多心事。 见了我, 她先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狂喜, 接着又惶惑不安。 相顾沉默间, 她终于开口, 双儿, 我就知道, 你没死。 听见这一句, 我便清楚, 她想起来了。 果然, 她上前一步, 紧紧按住我的肩, 急切地说, 双儿,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你原谅我好吗? 我已经给了白纸和黎叔, 从今往后, 我会努力弥补我的过错, 我路程的妻子只能是你。 我们相识太久太久, 久到我十分了解她, 从前她对我说的那些狠话 都是真的。 她此刻的话亦是出自真心, 可正因为真心, 才让我更加难过。 在她的期待中, 我神色平静, 一字一句开口, 路程, 我们回不去了, 你知道的。 我曾经盼望着她活着, 盼望着她归来, 等她归来了, 我又盼望着她想起我, 想起我们的誓言。 这两年来, 我终于想通了, 原始我太贪心了, 过刚一蛇, 情深不受, 我不该什么都想拥有。 那日之后, 路程日日来我落脚的客栈, 一开始, 她拼命地解释, 她解释, 为什么三年后才回来, 为何当初要与我合理? 她说, 她失忆了, 是白纸救了她, 他们二人孤男寡女, 同处一室, 为了救命之恩, 她只能对她负责。 说完这个, 一旁的明册终于忍不住开口, 你可知道, 当年救你之人, 其实是穆姑娘。 她冒着风雪, 不远千里来北京找你, 后来发了烧, 便求我帮忙。 你应该还记得的, 你我在山洞时见过。 明册说完, 路程沉默良久, 她似乎难以置信, 但又不得不信。 她离开了几日, 后来又于一个深夜出现。 她来的时候, 应当是喝了酒, 一见到我, 便哭了出来。 记忆中, 这是我第二次见她流泪。 上一回, 是有一年上元节, 那晚, 也是喝多了, 她默默靠着我的肩头。 我们正坐在屋顶上赏月, 她的泪水, 却呼得沁湿我的衣衫。 脚下是京城的万家灯火, 耳畔, 是她如小兽般的哽咽。 双儿, 我想我父亲, 大哥, 二哥, 真的很想, 彼时, 我是如何说得来着? 我一直唤她陆成哥哥, 可那晚, 我像个姐姐般 摸了摸她的头, 跟她说, 陆成, 你还有我, 我以后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她以为还跟以前一样, 她的眼泪会令我心软。 我的确有一瞬间的难过, 可最终, 我都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再摸她的头, 也没擦去眼泪, 于是, 她似乎终于明白了。 她轻声问, 双妹妹, 你再也不会陪着我了, 是不是? 说完这句话, 她等了许久, 直到确定我不会回她, 终于离开。 那之后, 我们便再没见过面了。 这一场仗, 打了整整三个月, 两军死伤惨烈。 听说, 主帅陆成在对阵时, 似乎像不要命了一般, 风一般往前冲。 他这样子, 大大鼓舞了士气。 最后, 大舟险胜。 大军回京的那日, 我跟明彻也离开了, 隔着漫天的沉沙。 我看见了大军的队伍。 我知道, 此刻陆成就在那队伍里的软叫中。 听说他双腿断了, 眼睛也瞎了一只。 身后, 明彻问我, 不去到个别吗? 他应当没多少时日了。 我摇摇头, 不必了。 许多话, 曾经要说的时候, 他不想听。 如今, 时过境迁, 我已经都忘了。 陆成哥哥, 我曾经于年少时那样热烈地, 不顾一切地喜欢过你。 我不曾后悔, 只是往后, 我也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了。 从此, 天高水远, 永不在。 永不在计。 中文字幕——YK